看来这个丫头真的是傻了 现在没人威胁你了 你给我好好干啊 永生吃早是你的 放心吧 妈 待会儿我去广告车盯着去 保证完成任务 这就对了 韩君这个丫头啊 是没有跟你争的权利了 只有吃酥饭的下场 你们在干什么 少田 杜少 杜少爷 你怎么来了 杭君 妈 杭太太 虽然你不是韩君的亲妈 但毕竟你是看着她长大的 她现在变成这样 你就这么欺负她 你还是诗人吗 杜少爷 你真是误会了 这韩君现在像傻子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 他 他他那个身上的水 是是是 是她自己不小心撒上去的 还有那个饭 对了 吴妈 饭是你送上来的 你怎么给小姐送碗馊饭呢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这些视力眼哪 不要看到小姐 变成这个样子就欺负她 我跟你们说 有我这个大妈在 谁敢作践她 傅太太 我记得你是韩君的大妈 是长辈 但是 请你也别把我当傻子 这么骗我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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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前啊 那 你也知道 那 医生说了 我姐这个病吧 就是因为受刺激 才变成这样的 那医生还说了 得多受些这样刺激 可能会好起来的 我妈这么做 也就是为了想 多刺激刺激她 你 是啊 是 我们都是想帮她 够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请个看护到府上 专门来照顾韩君 这 这不太妥当吧 有什么不妥 不管怎么说 我和韩君的婚约 到现在还没有解除 他依然是我的未婚妻 我请人来照顾 我的未婚妻 有什么不妥 别别别 杜公子 你别生气啊 这个事情呢 我不拦着你 别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又怪我的不是了